大家好,我是小胡子 后台有粉丝给我发私信 他预算12万 想买日产的奇达和大众高尔夫 在这两款车当中选一个 问我该如何去选择 那么我相同问这个老铁们 这两款车 大众高尔夫和日产奇达 你们会怎么选择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弹幕一波 那既然说到了这两台车 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 哪个驾驶感受更好 当然就买哪了 是吧 那么既然说到了驾驶感受 我们就先说一下 这两台车的发动机还有编辑箱 那新款的这个大众高尔夫呢 售价是12万到14万 当然了还有这个2.0T 22万那款 那款基本上是没人买的 22万谁会买个 他呢会买BG车多少 是不是 没人选择 几乎都是买这个 12万到14万之间的这个 12万到16万之间的 那么搭载的是一个 EA211 1.2T 和1.4T的直奔过轮载 发动机 但是1.2T的技工数几乎是没人选择啊 买就买1.4T 1.2T动力太弱了 那么定价12万到16万 我认为定价还是挺高的啊 匹配一个7档的干式双离合 这就是在坑人呢 为什么大众高尔夫现在卖的不好了 因为它匹配的干式双离合实在是挺坑人的啊 容易出现高温顿戳啊 特别是在市区 在部走走成停 等红绿灯的时候 由于变入线散热不好 它容易顿戳啊 油还容易异想出毛病 所以说我不愿意大家购买 就是说无论是1.2T 1.4T 这个干式双离合我是非常排斥的啊 其实不愿意大家也购买 那么主流的这个1.4T呢 是250的扭矩 150的马力 其实就是这个 捷达VS5来套这个动力总盘啊 只是换成了7档式双离合 那么高尔夫也得需要加95号汽油 所以说这个送车成本还是很高的 前面悬挂后面悬挂都是独立的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日产的图达 7达 日载其他售价是10万到13万 可以说要比这个 大众高尔夫啊 要便宜一个两万块钱 从低配到高配 搭载的是 1.6升自然吸气 多点电喷的发动机 还是比较靠谱的 比配一个CVT变种箱 扭矩是155 马力是122 可以说这个扭矩马力 虽然是不如这个大众高尔夫啊 但是开起来也是可以的 轴距是2700毫米 而这个高尔夫是2631毫米 整台车的尺寸还是日产气达稍微长一点点 并且他是前麦佛逊独立行挂 后面是扭力量非独立行挂啊 他得给这个非独立行挂 这点有点痛苦解量了 确实是 不如这个大众高尔夫 但是高尔夫毕竟贵两三万的嘛 是不是 那么再说一下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 这个大众高尔夫的开起来的时候呢 换挡还算比较平顺的 但是偶尔会出现低档二三档的时候 一二档的时候顿挫一下子 这个情况是有的 虽然是不经常发生 但是也是有的 油门调教的比较偏沉 加速呢 够用 不能说多么猛烈啊 但是学质是够用 生产油门他本来说 那种强烈推比感还是有的 但是有一种顿挫感 有点 方叶盘调教的比较沉 底边悬挂呢 调教的也是比较沉稳的 很稳过完的时候很不错这台车 底边的扎实感 其实你跑长途啊 也不会感觉多飘 但是如果这台车 如果定位到十万块钱 四一一二万 那就好了 会大卖了 并且把这个干四双铃合算掉 十二万到十六万干四双铃合 我认为 还是不厚多的 并且还有个1.2T 无论在哪里 动力会很弱 那么再说一下 日产其达的驾驶感受 它开起来是非常平顺的 日常代步 动力可以说是完全够用 1.6体 1.6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虽然加速没有 高尔夫那么猛 必然它是沃伦扎发动机嘛 而这个提拉是自然吸气 但是也主动 绝对是够用的 但底盘的扎实感 隔音呢 没有这个大众高尔夫好一点 但是也差不多 大众高尔夫隔音也没好到哪去 这两台车 隔音方面都差不多 但是底盘的全挂支撑 扎实感呢 还是高尔夫好一些 如果是跑高速呢 后期加速呢 这个其达肯定是没有高尔夫好一些 但是谁又能开着这样的小车 经常去跑高速呢 都是家用代步车嘛 买菜带孩 要说这两台车的稳定性 还是日产其达更加稳定 这台车可以说是 只要你不去激励驾驶 不去暴力驾驶 CVT变速箱 还是没有问题的 并且匹配个1.6层自然吸发动机 非常靠谱 省心省油耐用 而高尔夫这台车 一个7档4双离合 7档的干4双离合 绝对是不靠谱的 并定外还挺高 很贵 所以说这两台车 我建议还是你买这个日产其达 本身便宜两三万 那差不少啊 是不是 并且你是四驱代步的话 买这台车 还是非常不错的买菜带孩 我认为性价比要比高尔夫高很多 开这么个小车 你不需要多好的动力吗 是不是 那么小伙伴们 这两台车你们会如何选择 请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